海鮑鼠 海鮑鼠 哈喽,欢迎大家来到 海鮑鼠海洋生物小教室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两种海洋生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海里见过它们呢? 首先我们来介绍大法罗 大法罗是一种罗塔高耸 壳长可以达40公分以上的 大型富足类 由于它的壳型非常的美丽特殊 会使用它们的壳来加工 做成非常美丽的号角 大法罗的罗壳上面具有非常亮丽的坡状纹路 但是因为它们的壳上面 常常会长了很多沉积物 或者是藻类 所以使它们的罗壳表面污浊不堪 这是一种能够融入环境的保护色 所以我们在观察罗类的时候 我们建议是将它的罗壳翻过来 我们来观察它壳口的部分 才能够进行精准的 鉴别 大法罗的软体的部分是呈现米黄色 它的富足非常的发达有力 能够让它们攀爬在珊瑚礁 崎岖不平的地形中 而它们的触角上面有黑色的黄纹 富足上面有黄和色的云状斑点 非常容易辨识 大法罗是一个肉食性的富足类 它们喜欢吃各种的底气动物 尤其是鸡皮动物 其中因为它们能够摄食 能够破坏珊瑚的极冠海形 所以因此被认为是能够保护珊瑚礁 非常重要的指标物种 接着我们介绍龙头鹰鸽鱼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鹰鸽鱼 成鱼的体长可以超过一公尺 它们的幼鱼体色米白 比较喜欢住在比较靠近岸的海草床 或珊瑚礁里面 随着成长它们的体色会逐渐变灰 然后最后变成非常深的深蓝色 这时候也会渐渐地迁徙到 比较离岸的珊瑚礁去栖息 龙头鹰鸽鱼最大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龙头 它们的头部的额头往前凸起 将它们的头部轮廓 变成一个接近垂齿的角度 它们的牙齿愈合在一起 上下额组成一个类似像鸟会一样的结构 这种坚硬的牙齿 有助于它们去破坏珊瑚礁 去设食岩礁上面的珊瑚、藻类 还有其他的附着生物 这块被刮食掉的区域 就会成为新的珊瑚 或者是附着生物 重新生长的一个区域 所以它们的摄食的行为 可以造成整个珊瑚礁底子的掩涕 而也因为这种它们习性 它们被认为是能够促进整个珊瑚礁底子 循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物种 也因此包括台湾在内 许多国家都将这种大型的鹰鸽鱼类 定定为是保育类物种 龙头鹰鸽鱼它们有个习性就是 会在比较离岸的珊瑚礁的 岩礁洞穴里面 催洗睡眠 而当日出的时候 它们就会成群的 离开它们休息的地方 沿着几个固定的路线 进入到珊瑚礁中 进行啃食 设食的行为 而当入夜之后 它们又会在成群的 回到固定的洞穴里面 休息睡眠 所以呢 当如果我们要看到龙头鹰鸽鱼的时候 首先要先去了解到 它们的休息处 还有它们去设食的固定的路径 才有办法去观察到它们的踪迹喔 经过刚刚的介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了解它们了呢 请大家拿起你们的相机 去海里面记录它们的生态影像吧 别忘了上传到资料库 这样才有机会获得大奖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